兄弟们真的别再这样打散枪了 看着好像很花里胡哨 实际上这种散枪就是万象中单 你们看敌人视角你漏的身位多大 所以散枪的核心不是你闪的要多快 而是你漏的要尽量少 你闪的快但漏的多 那不跟在眼体边缘一直漏没区别吗 所以你们在打散枪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镜框内要有眼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完整开镜后的镜框视野内 一定要包含面前眼体的一部分 越多越好 比如说你镜框内有部分眼体吧 那么看一下敌人视角 你漏的身位就很少 而再看这个镜头 镜框里面没有面前这个飞车 那么你们在敌人视角里漏的身位看到了吗 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 看左边在自己的视角里 好像是离左侧脸上飞车很近的 视野里面这一块不都是飞车吗 自己应该漏的不多吧 这就是兄弟们的误区 用视野里面的面前眼体作为判断依据 给自己一种漏的很少的错觉 其实看右边 在敌人眼里你漏的特别多 所以想要把散枪身位控好 一定要从慢到快 不要一上来就觉得自己必须要闪得快 才叫闪人枪 并且判断依据 要以镜框内的掩体为基准 东西 镜框内的掩体 这样你的闪人枪才能录得尽可能少 等你熟练后就可以适当的加快闪人枪迅速 像这里虽然就是用闪进的形式开火 虽然你这里看不到完整的开进后的效果 但是你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身位尺子 控得住了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这种状态 在整个散枪的敌人视角同时对手好 手机也很容易操作 我就用手机打到 右边是敌人 看到了吧 这种闪人枪才能让敌人根本摸不到你 这种才是正确的闪人枪 兄弟们现在懂了吧